雲林區處是在地的企業 那我們也要跟 就是說一直在跟 深入地方的一些 這個事物 那我們也知道水林地區 它是得天土厚 它這邊的土質種出來的地瓜 是特別的一個綿密香甜 那當然我們 藉由這個 這個活動一方面 就是靠賞我們員工 在過去一年 為了我們雲林線 這邊的一個穩定供電 這個盡心盡力 那讓我們員工能夠 這個利用 假日一個 一個農田樂 那一方面也是一個駐農 那最主要我們是利用這個活動 來幫我們 水林地區的這個地瓜 來行銷我們水林的這些 這個農特產品 這個比 去年更勝到 我們去年 有兩百多位員眷 那今年 報名的 光報名的就超過四百位 那今年 今年我們也特別邀請 就是說 退休 就是說我們一年內退休 或者說 調離我們雲林去處的 所有的員工眷屬 我們也都一起把他邀請過來 比我們規劃的就是說 員工享用的更熱烈 好 對啊 總部的員工幾乎都出來了 就是有 傳很多回去送給親戚朋友 那親戚朋友有些是住北部 他說在台北這個水林地瓜是相當有 對親戚都有很多概念 因為親戚 會吃到可以 有擺桌就很用 有的人也當早餐在吃 現在的人也當早餐在吃 你也當早餐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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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農大量的採購 然後我們贈送給我們的員工 阿妹 3 2 2 2 祝大家新年快樂 Yeah